警方表示 有超過900名來自多茲警隊的警員 參與這次代號為Project Marvel的行動 同時執行67項搜查令 地點包括大多倫多地區 咸美頓、溫沙、厄泰華 還有亞省的卡加里 和卑斯省的溫哥華、蘇利等地 多倫多警隊今早發出一份聲明說 警隊幫派同槍械罪案組的成員 由今年5月開始展開調查 並聯同倫敦、滑鐵路等地多資警隊 調查包括有組織罪案、企圖謀殺、軍火走私、 販毒、搶劫和賣淫等犯罪活動 警方在今日下午召開記者會 交代調查和行動的詳情